疑似支持鴻海创办员郭台铭 争取参选总统资格的 新竹县新普正名代表会王姓主席 涉嫌提供奖金给连署者 新竹地检署昨天16号 指挥司法警察执行搜索 拘提和传唤 并且向法院申请羁押 新竹地方法院在昨天中午 才准羁押警检 郭台铭在上个月造访新竹包中亭 一名庙的时候 新普正名代表会王姓主席 就站在他的后方 检方掌握资讯 也是北新加油站总经理的 王姓主席 最近是在加油站里举办活动 并对前来帮忙 郭台铭连署的民众 提供了400元的奖金 仅仅16号到王姓主席住处 以及加油站搜索 查获了现金还有连署书等证物 顺后是依违反总统副总统 选举罢免法送办 并申请羁押 新竹地方法院在昨天中午 才准羁押禁件 而这也是今年全台首例 连署社会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